酷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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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認識的那個 酷瓜炒鹹蛋 有一點點像 但好像它好像多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從省的家庭一定會做的 從省料理之一 草山酷瓜 綠色的酷瓜是比較苦 這個紅色的肉 台灣叫做午餐肉 這個是罐頭的肉 這是美國進來的 它也會用那個肉片 三層肉的那個肉薄片 去炒也是可以 但是呢 很多人很喜歡用午餐肉去做 因為它比較鹹 然後它還有油脂的關係呢 它可以搭配這個苦瓜的 很苦的這個苦味 還有茶語會讓你 就是一個體味的香氣這樣子 所以這一道菜呢 就是在那個沖繩料理店 這個日劇裡面呢 也是常常出現的 在家族的家常菜 每天吃每天吃 吃到怕了這樣子 但是呢 來到外地 來到台灣呢 就是會懷念這個味道 沖繩料理店 去裡面看到這道菜的時候呢 我好想回家 我想請問客人說 這是像台灣呢 有那個苦瓜炒鹹蛋 跟苦瓜排骨湯 那像客人當初在沖繩的時候 你都會拿山苦瓜做的料理 其實還是最多的是這個苦瓜雜草 但是呢 有些人在夏天的時候 要想要吃清爽一點的東西的話 他們用那個生的苦瓜 來用那個涼拌的 對 對 這樣子吃苦瓜也就是還滿清爽 很好吃 而且呢 苦瓜有比檸檬多三倍的那個 維他命C 所以吃下去會變化耶 對 避免種食 還有你累的時候呢 就吃苦瓜 又可以補充維他命C 然後你提醒一百倍 吃得習慣嗎 對 吃得很奇怪 正在沖繩料理很有台灣味 苦瓜的話是台灣人 最討厭的豬菜前三名 日本人吃到青椒跟苦瓜也吃 因為這個苦瓜不是日本全... 青椒日本全部都有 但是苦瓜是比較偏向是沖繩的 蔬菜的關係 不會在排名裡面 喜歡我今天推薦的沖繩料理嗎 真的很好吃 沒想到沖繩料理也有台灣味 別忘了每天晚上七點 在 未來綜合台收看沖繩料理店囉